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这个国家只有33,345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但却创下了无数个令人惊讶的世界纪录 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双塔 世界最大的交通圈 养了最多的蟑螂 而且他们的亲首相 更被列为全球最老的国家领导人 这个国家名字叫做马来西亚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 这篇神秘的东南亚国家 有什么能耐 竟然能够创下这么多的世界纪录 在开始之前 先请你按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完成了吗 我们接着聊 亚洲大陆最南端 亚洲大陆最南端 坐落在马来西亚 柔佛桌的丹荣彼艾 这时候就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因为去过新加坡的朋友都知道 单个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来西亚半岛的最南端就是新加坡 那为什么最南端是马来西亚而不是在新加坡呢 其实是因为新加坡是一座海岛 所以不属于亚洲大陆范围 想要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方拍照打卡 可以前往丹荣彼艾 红树林国家公园 有趣的是 当你站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的地标时 手机可能会收到信息 告知你已经来到印尼 因为在这里 印尼的手机信号比较强 让人有一种跨时空出国的错觉 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圈 坐落在马来西亚政府行政中心 布城 相信有70%的马来西亚人 不知道这件事情 交通圈坐落在布城的 苏丹沙拉乎林 阿布图阿西沙这条路上 这座巨型交通圈 直径高达3.5公里 有15个出入口 可能因为交通圈范围太大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正在行驶在交通圈上呢 只有通过卫星图 我们才可以看到 这交通圈真的超级大 最令人头痛的是 因为交通圈太大了 许多的司机都抱怨 如果走到错落的入口处 就必须要兜一个很大的圈 才能去到正确的目的地哦 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 不是亚马逊 而是在马来西亚皇家 柏伦公园 Royal Bloom 这里已经有1亿3000万年的历史 在百二季时期就已经形成 比刚果和亚马逊热带雨林 还要古老呢 皇家柏伦公园 面积有4343平方千米 有6个新加坡之大 这座古老的热带雨林内 拥有令人神网的自然景观 如七式磅礴的瀑布 自然形成的洞窟 山式陡峭的大汉山 悬挂半空的吊桥 还有存在许多稀有的动物 如马来亚虎 石蟹猴 苏门达腊犀牛 印度野牛 亚洲巷等等 世界最长的雨林吊桥 最古老的热带雨林的魅力 不仅于此 这里还有一座 世界上最长的雨林吊桥 Canopy Walkway 吊桥于1993年8月竣工 高约25公尺 长达450公尺 是热门的旅游打卡经典之一 Canopy Walkway 是一条不依靠任何螺旋 铁钉和钳子 只在树与树之间 一条绳索绑成的吊桥 而用来支撑吊桥的大树 就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花浪树 走在吊桥上虽然是挺拷劳的 但是在25公尺高 遥遥遇坠的桥像行走 即使不是巨高镇 也会令人走得步步惊心 世界最高双塔建筑 吉隆坡双植性大楼 简称KLCC 是最高也是最美丽的双塔摩天大楼 KLCC共88层楼高 距离地平线452米 它的银色几何形形状的外观 给人一种现代科技感的视觉感官 虽然很多马来西亚人 嘲讽它长得像两栋银色的玉叔叔 但依然还是马来西亚人 最引以为傲的建筑物 KLCC至今能够获得世界第一的头衔 真的要感谢前首相敦马哈迪 当年的设计师Sisa Pelli 提出的原始蓝图中 原本的高度只有427米 比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 美国芝加哥威利斯大厦低了15米 马哈迪知道之后 升至世界第一高 容易吸引外资和游客 所以强烈要求设计师 想办法让KLCC再长高一点 最后果然以452米的高度 成了当时世界第一高楼 和世界第一双塔摩天大楼的头衔 最老名选国家领导人 马来西亚前首相敦马哈迪 以2018年领导反对派阵营 希望联盟在全国大选中获胜 他已92岁高龄 再次成为马来西亚首相 这是他从政以来第二次担任首相职位 他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传奇人物之一 他向人民解释 选择在2018年重出江湖的理由 原来是为了纠正自己以前执政时机犯下的错误 跟马哈迪从21岁放弃医生职位选择从政 加入了马来西亚最大政党 胡同 1981年担任首相职位 直至2003年退休 执政期间马来西亚经济获得了暴风式的增长 更进行了许多方面的基础建设改革 马来西亚第一部国产车普通 也是他在载用期间的攻击 更有马来西亚发展致富的美称 但他第二度任相的时间不长 在2020年因为政治风波宣布辞去首相职位 世界上最多闪电的城市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在世界上雷电发生最频密的国家中排名第五 而雪兰阿州苏邦市是全球最多闪电的城市之一 一年365天当中平均有353天都在放闪 因为苏邦比较接近吃到 也是雷暴云聚集的区域 所以常年会打雷 所以喜欢胡乱发誓的朋友 我就劝你别去书邦了 小心被雷匹亚 世界最多蟑螂的国家 马来西亚有蟑螂王国的称号 因为地处热带 气候湿润炎热 自然成了小昆虫的天堂 难怪这里的蟑螂不仅体积大 还会飞呢 而全马最多蟑螂积极和出没的地方 就在沙巴山达根的瓜哥曼洞 因为这里常年环境潮湿 而且在有蝙蝠排泄物的滋润下 超容易滋生蟑螂 所以这里也自然成为了蟑螂孕育下一代的好地点 世界最大洞穴 美丽的沙老叶西部 有一个超酷的旅游打卡圣地 武鲁国家公园 这里以独特且巨大的天然石灰岩洞穴群 闻名仪式 其中沙老叶洞窟更是全球面积最大的洞穴 壮观精致又带点神秘之美 武鲁国家公园也有婆罗洲绿色秘境的美称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洞室 总共有700米长 400米宽和70米高 这到底有多大呢 那就是能够停放40架波音747飞机 五座英国保罗大家堂的概念 世界第一个使用电子护照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全世界第一个研发和使用电子护照的国家 于1998年正式启用电子护照技术 电子护照上能储存持有人的个人资料 照片指纹等数据 这项技术也大幅提升了护照的防卫能力 自从马来西亚成功推出之后 越来越多国家也采用了这项技术 现金国美国也在2017年完成了发行 随着它的发行 普遍上也加强了边境安全和签证路径改革 世界上最多皇室的国家 全球有27个国家拥有皇室 但在这些国家当中 马来西亚却有9个不同的皇室 因此成了皇室数目最多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个君主率限制的国家 政治体制是基于西敏市制度 全马13个州属当中的9个州属拥有君主 而马来西亚国家元首 就是从这9名君主选出一位担任最高元首 最高元首只能任期5年 他拥有马来西亚立法、司法和行政名义上的最高权力 实际运作则是必须依照首相以及内阁的意见行使权力 世界上最快的缆车 世界上最快速的缆车坐落在马来西亚避暑圣地云顶高原 云顶高原是马来西亚著名的避暑圣地 游客可以通过缆车、巴士、自驾方式抵达云顶 其中救赎缆车最方便而且还能在缆车中全方位观赏沿途风景呢 云顶缆车也称云天缆车 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从云顶半山的阿瓦那站 抵达山顶的云天大道站 每个缆车可乘坐8名游客 它的级数为每秒6公尺 全长3.38公里 一小时内可以载送2000名乘客上山 所以这缆车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单轨缆车 好了 以上就是马来西亚版的世界之最 希望这些资讯能够让你更加了解马来西亚多一些些 不知道你对哪一个国家的世界之最感兴趣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讨论 也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按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